大家好,我是顾群 那没有想到呢 我居然在一天之内一口气更新了三个视频 那在几个小时之前呢 我刚刚做了一个关于尼康D6的这个 这个也比较云测评了吧 就是瞎逼乱讲 那我没有想到在半个小时之前呢 佳能突然公布了 也不突然吧 之前就有传言 但是佳能呢 官方证实了这个EOS R5 这款传说中的8K相机 正在研发的这个事情 好不好 在去年的时候 我在没有人说佳能会翻身的时候 我就预测过 如果有一天佳能带着他的这些RF卡口的镜头 以及他转接的这些转接环 以及良好的兼容性 可以兼容EF卡口的镜头 如果有一天他带来了双卡 双卡这件事情很重要 带来了双卡 然后机身防抖 以后呢 我觉得佳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如果你要说到视频 如果他有了机身防抖 如果他有了这些转接环 如果他有了不错的RF卡口的镜头 如果 如果他要有了没有剪裁的良好的马率的4K的话呢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可怕了 就会就会一下就感觉回到了5D2那个时代 就是佳能是非常让人期待的这么一种感觉了 那老实说之前有传言R5会是这个规格这个参数的时候呢 我个人是抱有怀疑的态度的 但是呢 就在半个多小时以前 佳能官方公布了这个R5正在研发 然后他说有六点就是这个官方说的啊 第一个就是新开发的CMOS图像感应器 那我觉得这个当然很可惜了 其实我对就是EOS啊 5D4的这个CMOS其实还算满意的 我觉得3000万像素不高也不低 然后宽容度OK的 就比其他的佳能都要好 那第二个就是20张每秒的电子快门 跟12张每秒的机械快门 我觉得这个非常不得了 那他既然不是EDX3 或者是就是体育这个这个这个倾向的这个相机的话 能做到12张每秒的机械快门 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了 第三个第三点 我觉得是大家比较谈论的比较有意思的一点 我个人完全对这个 哪怕是现在我也对这个抱有怀疑的态度 保守的态度 他说是8K视频短片拍摄 那我觉得就是如果如果这个是里面没有什么猫腻的话 我觉得完全是应该讲人话的 完全是应该说这个是8K25帧 或者8K30帧这个这个这个什么样一个马率的一个视频 对不对 但他现在就说8K视频短片拍摄 我不觉得这个是在研发中有什么就是规格会改来改去或者这种的 我觉得我抱怀疑的态度 我觉得目前4K6K都没有算完全普及 现在推出8K如果真的是一个常规的参数的话 有多少人的电脑可以减8K有多少人会用的到8K 你可以当然可以说你8K如果降到4K的话 当sampling到4K的话你可能会有更更锐的这个画面 但是问题是佳能作为视频上面一直是完全落后于索尼松下 甚至于尼康的富士的突然冒出来个8K 而且讲的这么含糊不讲人话就是个8K视频短片拍摄 我觉得好吧 我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但是完全都没关系 因为这台相机我真的会买 那第四个就是机身防抖 讲人话它就是机身防抖 而且可以跟RF卡镜头的这个镜头防抖呢 可以搭配使用 所以就是有机身防抖了 好吧 这个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猫腻在里面的 双卡槽显然是没有什么猫腻的 不管它是用什么卡 至少它有双卡槽 那比较理想的 当然两张卡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都是CF Express的话呢 就会挺贵的 我个人其实还有一点点怀念SD卡 毕竟比较便宜嘛 而且我差不多有40张SD卡 最后一个就是9款RF镜头 2020年发布 然后边上它这个配图下面 有一张100到500的红圈镜头 长得跟这个70-200F2.8 有点像 好吧 这里面我觉得就是非常震撼人心的 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传感机是新的 第二个连拍速度很快 第三个有机身防抖 第四个有两个卡槽 然后第五个有很多很多的RF卡口的镜头 那唯一有一点点小小的顾虑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8K视频 为什么不跟我们说说4K是什么参数呢 为什么不跟我们说说6K有没有呢 为什么不跟我们说说这个8K视频 到底是怎么样 我始终对这个抱怀疑的态度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这都是一台非常非常吸引人的相机了 那如果要打比方的话呢 就是前面我一个视频 如果你还没有看我那个D6的关于D6的视频 可以回去看一下 那在D6里面呢 我就打个比方说 就是对吧 就你男朋友要当兵之前 一个晚上你想跟他大干一场 然后两分钟就结束了 然后佳能这边呢 真的就是真的就是大干了一场 那佳能这边 EDX3真的是大干了一场 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就是在他走的那个第三天 来了一个小伙子 然后你现在的问题是下不了床了 你知道吗 就是就是EOS R5 就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强悍了 就像我之前说的 我真的特别特别 就是当时我就特别断定说 如果以现在这个情况 哪怕目前我正在录制相机的 录制这个视频的这台EOS R 哪怕参数上规格上 比较的比较的不怎么样 可以说是比较的平庸 但是如果哪一天 佳能以现在这个情况 他只要加入了机身防抖 他只要加入了这个4K5减裁 不要说6K8K 就加入4K5减裁 比较好参数的4K 其实我觉得他依然很有竞争力 当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就是他其他战术是怎么样 比如宽容度是怎么样 高杆是怎么样 但我相信如果使用新的CMOS的话 应该不会太差 好不好 所以就是这个R5 我觉得真的 如果出来的 跟大家期望的落差不是太大的话 我觉得真的应该是横扫了所有的竞争对手了 好吧 现在只剩下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他到底卖多少钱 好吧 这个是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关键的一个问题 如果他的价格 我不好预测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应该卖多少钱是合适的 那如果他的价格比如说跟A7R4是差不多的话 我个人会觉得R5会比较的有竞争力 那就像我之前说的就是 我觉得说 以其他相机的品牌 以现在就是机身上面的这样的领先 其实佳能因为镜头群上有领先 佳能因为人体工学上其实做的都不错 然后色彩科学上好 然后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比较庞大的这个用户群体 其实如果机身上一旦跟上了以后 是很有可能会翻身的 好不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观点了 我觉得让你下不了床的就是EOS R5 好不好 那现在这刚才我说最后一个问题是是多少钱 对不对 但是在这个问题之前还有一个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什么时候发布 现在只是说在研发 你知道我们知道有一个品牌 他叫索尼 然后他有一个型号叫A7S3 然后我们每一年都以为他快要发布了 快要发布了 快要发布了 然后现在世界都已经变了 然后他还是没有发布 现在他连A7R4都发布了 A7S3还是没有发布 所以我觉得在关心他多少钱之余 就是我们也可以关心一下 他到底什么时候上市 会不会研发到这个8K已经普及出来了 然后他跟我们说 现在你可以用8K了 然后这个2025年 但我觉得是不可能了 但我只是好奇他什么时候能上市 然后是多少钱 然后他那个8K到底是怎么样的8K 然后我们想要的4K到底是怎么样的4K 好吧 那如果你对我频道有兴趣的话 找发评论点赞同时订阅我们 才会关注我的微博 我用别人家心意 就让Follow我Instagram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